玩一二三木头人赢5200万澳币 你会选择参加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最近你有没有被一二三木头人和抠糖饼的游戏刷屏呢 最近不少朋友打开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 会发现被韩剧由于游戏里面的一些游戏片段不断刷屏了 那这部剧讲述的男主是在中年离婚的情况下 又在巨大的财务危机下参加了一场有可能让他彻底翻身的游戏 那这场游戏呢非常简单 都是他们童年玩过的一些小游戏 像是刚刚提到的一二三木头人 玩弹珠 抠糖饼 拔盒等等 但是如果一旦输入的话 游戏的代价就是让他们付出生命 那只有最后的赢家呢才可以迎走最后的456亿韩元 也就是折合5200万澳币的一个大奖 那这部剧呢由Netflix推出 在陆续190多个国家陆续推出 那尽管呢Netflix依然是保持着不对外公布任何收视率的传统 但是呢他的联合CEO也表示 由于游戏这部剧呢已经成为了目前奈飞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非英语系列剧了 由于游戏相关的一些制作的上市公司呢 像是韩国的Bucket Studio Showbox等等呢在这部剧公开上市以来啊 也都已经上涨了超过50%甚至90%了 那作为出品方的奈飞呢也是在这部剧推出之后呢股价连续创下新高 目前呢已经逼近了640美金的一个大关了 不可否认的是啊Netflix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在线流媒体的制作公司 在过去一年多呢因为全球疫情的一个影响 实现了订阅人数暴增可谓是收益颇丰啊 但是呢谁能想到Netflix当初的创始人Reed Huston呢 他当初最开始的创业的一个想法呢 竟然来自于租路向带忘记还而被百事达罚的40美金呢 那当我们复盘啊Netflix整体的发展时 我们会发现啊正是过去的20年 我们的一些野娱乐和消费方式的一些改变 时间地点和设备的变化 也是推动了Netflix的一个崛起 那凭借对市场敏锐的判断和对着因为互联网的发展 Netflix从传统的DVD租赁商呢 也是把早期的业务呢 转型到了以租赁形式的一个视频库 那不久之后呢又取消了传统的租赁的一个服务 采用了每个月19块9毛5的一个订阅方式 至此呢这家线上流媒体啊 也是初步完成了它的商业模式 但是呢Netflix啊也是意识到视频网站 它的这个壁垒呢和天花板非常低 用户的粘性呢是相对会比较差 随时会倒戈 所以呢Netflix啊也是意识到为他人做嫁衣 毕竟呢不是长久之计 那当传统的制片商啊 痴迷于身披各色披风的超级英雄 依赖续集翻拍等等 榨干每一个IP的最后一滴油 Netflix呢更显得大胆和激进 那在2013年Netflix推出了第一部自制剧 纸牌屋大受好评之后呢 并且啊获得了当年剧情类最佳剧集的提名奖 之后呢Netflix在这个影视制作方面啊 可谓是花足了精力和功夫 给予创作者充分的尊重 因为啊他不需要在电影里面安插花瓶 远比曾经的梅老板要来的纯粹单纯的多 那流媒体呢不像电影员啊 不需要有一块大大的屏幕 他只需要电脑平板和手机就可以了 那从这个角度想呢 奈飞啊至此呢 已经达成了从制片发行到最后院线的全垄断 那根据Netflix去年的财报显示 2020年奈飞新增3700万用户 那超出2019年的接近1000万之多 那同时呢 北美的年度票房啊 同比下滑了80% 只剩22亿美元 而拥有5000块聚屏萤幕的最大连锁院线AMC呢 去年全年亏损接近300亿人民币 那在Netflix目前已经达到的所有里程碑当中呢 超过目前美国有线电视订阅用户的总数呢 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而未来Netflix还能做什么呢 在2021年第二季度财报给股东信当中 奈飞提出要正式进军游戏 为此呢也是特意聘请了Facebook的前AR和VR副总裁 迈克·维尔杜 那8月份呢 Netflix的这个波兰用户啊 已经能够在线上免费玩到电视剧的同名游戏 爱奇物语 这无语呢 也是进一步啊 提升了用户在Netflix软件上的停留时间 那游戏之后 Netflix的下一目标呢 就是社交 因为内容游戏社交三者的融合呢 才是未来真正的大势所趋 那最后呢 就像由于游戏里面的一二三木头人玩的那样 冲在最前面的人啊 很可能会因为只追求速度而犯下错误 而被一枪毙命 但是呢 为首为尾不敢前进的人呢 很有可能啊 会因为游戏超时而被爆头出局 一家优秀企业的成长呢 不能啊 太过于保守 同样呢 又不能太过于激进 Netflix可以做到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 从一家初创的DVD租赁业务的一个公司呢 发展到了全球大型的娱乐制作公司之一 而且呢 还在无法被轻易复制和渗透的垂直领域当中不断创新 也许呢 Netflix成功的秘诀啊 就是在于坚持做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 那么 你会选择投资Netflix吗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